在我们自媒体兴起之前 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大up主 大V摇着扇子的那个 长得特帅的 全家都是知名人士的 著名的说话人 音乐人 他同桌的你搞得多好啊 但是我看了他那个节目啊 对美联储的吹捧 我心里就在想 这么聪明的人也会上当 他相信美联储是个私人机构 相信美联储一定是不会搞鬼的 一定不会多银票子的 因为他不是政府为什么撒谎啊 美联储有什么必要做鬼啊 有什么必要多银票子 有什么好处啊 这么聪明的人 居然也能被美国人给忽悠了 美国一直在宣扬一个神话 我想那个叫高晓松的聪明人 也是被美国人给涮了 我相信他主观上是希望中国好 希望中国像美国那么好 美国人说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组成的 是吧 私人银行组成的 但是他不受私人银行限制 天哪 美联储不是政府 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组成的这么一个管发票子 印钞的机构 是私人银行 但是它是不受私人银行的控制 资本家的贪婪在这就不表现出来 大家想一想 美国人把这么一个神话编准 他得为多少脑细胞 他怎么能把这个东西说到 让全世界那么多人 高晓松这么聪明的孩子都相信 你笨脑袋 你用脚和根 你用左脚和根想想 这怎么可能 你被人控制 被私人银行控制 怎么可能不受人影响 从小我们学习马克思 资本主义是什么 资本主义 他就是以资本为本 对不对 资本家的意志 资本的人格化 资本家 根深蒂固的矛盾 是生产的社会化 与资本主义 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美国私人资本控制的 那个美联储 他不受私人资本控制 你这话你说起来 绕不绕腾啊 对不对 但是这话居然就很多人信 以高晓松为代表的中国 很多人都信 傻不傻 傻 这么傻你怎么信了 那你的佩服人家高明 对不对 P2P骗你的时候 多傻呀 有一家电视台 很多名人 说他们不会骗人 然后呢 说法一样 很多人就学着 他不会骗人 第二天还能骗人吗 那么有名人能骗人吗 大教授 经济学家能骗人吗 好 把那一点本钱 退行点本钱拿过去之后 咔嚓一刀 跳水了吧 就差点老两口跳楼了 这种例子有多少啊 当然骗子可恨 但为什么不想想 这种东西怎么能信呢 高利贷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你就信了 互联网家你就信了 资本主义私人战友的矛盾 根深蒂固 在所有的资本家 那个地方 都是天下老牙一般黑啊 为什么美联储那地方 私人资本 他控制的 就不受私人资本的恶行的控制 能够秉公之法 全世界范围之内 就给全世界带来公共产品 带来福利 你怎么能信这种东西呢 人家有另外一套说法 说美国啊 跟咱不一样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奔向啊 对吧 美国是民选政府啊 民选政府 你不能掌握国家货币发行权 这项权力的是私人银行组成的 美联储来掌握的 联邦政府你发行货币 实际上你向美联储借钱 向私人老板借钱来发行 那些借债 其实这事啊 早就被捣破了 这个气球你拿针一扎砰就爆了 对不对 那蛤蟆肚子鼓鼓的 你上去拿针扎一下试试 您当然不哑了 才害小动物 但是肚子你再鼓啊 我们小时候玩游戏 给那赖蛤蟆拿过来 变变去打他肚子 叫蛤蟆蛤蟆去鼓 小男孩恶作剧的时候 都能看明白的把戏 那气球就撒气啊 威廉格雷德曾经写过一本书 就叫美联储 这书里边说了一句话 哈哈 这个实话 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非常有帮助 这个话说的是什么呢 说是我们美国呀 我们美国非常有趣 very interesting 说我们美国呀 你们没看明白 我们美国热热闹闹的 两年搞一次中选 四年搞一次大选 然后呢 抹着红嘴唇的 穿着蓝裙子的老太太 在大地上PK 你民主党 我共和党 知道吧 这是游戏 靠选举来呢 让老百姓看一个热闹 给你一个形势感 但是我们真正的 美国的 决定政策的 我们是靠交易 而不是靠选举 天下所有的道理 不用讲很多 这本书说得都好 美国更多的是靠 内部交易 而非所谓 热热闹闹的选举 讲明白了吧 现在美国中期大选 大家关注啊 选呀 是 那是需要关注的 但是 选举这事和内部交易这事 是内部交易 决定美国的政策走向 还是选举这个形式 决定美国的政策走向 我看对美国政策走向 影响最大的 还是美国内部的交易 只不过我们知道的很少 比方说我就曾经像 若干美国问题专家 要国内驼牌的美国问题专家 我向他们请教 嗯 美国怎么就几个老头 老太太在上面嘚瑟 年轻人呢 年富力强的呢 你们能说清楚 总统候选人在党里面怎么决出来的吗 为什么就见这几张脸 嗯 老不是干完 小不是干 哈哈 这个内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我们知道是交易 但是人家是怎么做交易的 美国政治最内核的东西 这种交易究竟是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不是研究美国吗 拿美联储来说 美国的选举对他有影响 不是选举政治吗 不是票决制吗 美联储受不受选举约束 选民们能不能投票 说我把你这个机构给你选下去 或者我把你股东给你换了 股东都是谁呀 哎 说到这我突然插个题外话 我在北京啊 在上海 在一些大城市 我做出租 我老问你们老板是谁呀 叫什么呀 我发现个普遍现象 所有的出租司机 包括网约车司机 都说不清老板是谁 出租车 出租这行业的老板 怎么那么隐秘呀 像刘强东一样 我去京东 我去刘强东 为什么不明目张胆 就明火直让啊 因为出租 因为出租刚开始的时候呀 他搞起来 这个他一定要某种政府资源 勾连 知道吧 我不能说深了 我只能说 有些人就是不把脸露出来 那一定不是因为脸特别漂亮 很可能受制于某种东西 按照格雷德先生这本书里面讲的观点 对吧 那美联储是这样一个根本不受所谓民主约束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就是选票跟他没有关系 老百姓怎么折腾 民怨怎么沸腾 都不会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质 你这边不是闹民主 美国老说 我是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国家 就选票热闹 就叫民主了 你们哥几个 用前苏联的政治术语说 资深的美国人左右着美国 内部充满了交易啊 最近我看有一个老师讲这事 也讲得好 他说你选举是干嘛的 选举是负责假装民主的 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 选举是干嘛 选举弱闹闹 选着一次 知道吗 一千多亿啊 扔进去 大家闹一场吧 总是有成本吧 对不对 你搞个嘉年华也有成本的 好 闹腾一趟 机票 选票 登记 宣传 造势 登广告 对吧 上台你骂我 我上台骂你 你爸我 我爸你 你爸我黑材料 我爸你黑材料 嗯 你说我没交税 我说你上次那块带送的不是地方 等等等等 就就是热闹 大家看个热闹 此起彼伏 显像还生 你在门里踢脚 我在打你一个探头 热闹 看热闹吧 嘿嘿 这热闹是演给你看的 你自己都是演员 你开始也要看 看着忍不住 你也上台来打 好 这一切就叫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 是什么民主 美国的民主 是假装民主 你以为是你决定的 对吧 你决定吗 这是一瓶可乐 这也是一瓶可乐 无论你怎么折腾 一千多亿花了 还是两千多亿花了 你最后选出来还是可乐 而且搜可乐 都七老八十 八十多岁的可乐 假装民主 假装民主是个形式 而交易呢 内部的交易 隐秘的不可视人的交易 来负责决定 美国的立国原则 美国的那些资深的美国人 他们利益必须在这里得到保证 所以 理解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但也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说到底 用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语言说 那就叫做美国立国究竟是以人民之心为心吗 以人民为本 还是以资本为本 这个结论的您自己下 你就让我说的对不对 请您提出批评意见